超夢與夢幻 他們從哪裡來 他們是誰 你知道有關於他們的任何事嗎 哈囉各位好我是Paul 今天要來介紹神奇寶貝第1世代 兩個傳說的神獸 夢幻 超夢 第1 超夢與夢幻 都屬於超人類屬性 在全國圖鑑裡面 他們排名分別是 第150 和第151個 第2 夢幻是所有神奇寶貝的始祖 夢幻擁有 現在及未來所有神奇寶貝的基因 幾乎所有神奇寶貝的招式他都會 第3 超夢是由夢幻的DNA產生出來的 在反派角色 把目老大的支持下 科學家經過長臉的研究 超夢 由夢幻的基因重組而誕生 戰鬥能力被提升至極致 因此除了打倒前面的敵人之外 什麼都不想 用人類的科學力量造出了身體 擁有所有精靈中最殘暴的心 雖然 神奇寶貝和夢幻幾乎一模一樣 但是大小和性格完全不同 第4 超夢是第一個可以超進化的神奇寶貝 超進化是 出現在第6世代 只發生在對戰過程中的 暫時性進化 你可以把它當成是特殊的形態差異 超夢和噴火龍 是唯一擁有兩種超進化的形式 超夢可以超進化成為 超級超夢S 跟超級超夢Y 噴火龍可以超進化 成為超級噴火龍S 和超級噴火龍Y 第5 在所有的神奇寶貝之中 夢幻和百變怪 都能夠透過升級而學會變身 你看得出來哪個是百變怪 哪一個是夢幻嗎 此外 百變怪的身高 是30公分 體重是4公斤 夢幻的身高是40公分 體重是4公斤 而兩者的顏色都是粉紅色 以上種種都讓人家聯想到 百變怪與夢幻可能有某種的親戚關係 第6 夢幻最早出現於神奇寶貝紅綠 在做遊戲的時候設計進去了 但是在發醒的時候並沒有 得到官方的同意 因此本來不在 神奇寶貝的圖鑑之中 必須要透過 城市的錯誤而取得 第7 超夢在設計外型的時候 可能受到當時七龍珠 熱門的反派角色 佛梨莎影響 看看這個手勢 尾巴 還有各個特徵 看起來是不是很像呢 第8 夢幻的名字是怎麼來的 我們都知道 插夢是由夢幻變來的 那麼 夢幻的名字是怎麼來的呢 夢幻的設計 可能是參考 脊椎動物的胚胎 體型呢 參考了貓咪的設計 夢幻的名字 英文發音都是 Mu 在香港的翻譯 他被稱為 夢夢 在台灣的翻譯 他被稱為夢幻 都是用了 Mu這個發音 而另外 超夢英文發音都是 Mu2 直接將他複製的對象 Mu的名字 加上2 代表二代的意思 在香港中 他被稱為超夢夢 在台灣 他被稱為超夢 都代表了 他超越了夢幻 而變成更強大 更有力的角色 第九 超夢 和夢幻 都沒有性別 超夢被創造出來的時候 問了科學家 我是誰所創造出來的呢 我的父親 母親是誰呢 而由於超夢是由夢幻的精英而改造出來的 所以 科學家們問到這個問題 也只是笑笑的帶過 因為他們兩位都沒有性別 第十 目前沒辦法在精靈寶可夢 GO中 抓到他們 雖然呢 你可以在某些影片中看到他們 然後他們並未出現在精靈寶可夢中 我們都很期待能夠有機會可以抓到他們 到時候一定是個很盛大很盛大活動 一起來抓他們 覺得影片很棒 請按讚給我一個鼓勵 另外也請訂閱我的頻道 隨時觀看更多更精彩的 Pokemago有關的影片喔 等一下 我們在哪裡 跳到 你的影片 在某些影片 下東西 回到